哇 这个小线路影的好骗哦 哎 你别这么黑我冒搬好吗 你行你上啊 我当然行啊 你倒是躺下来让我上啊 哎呦 我 专业老司机 两性小达人 让我们一起 爱 约过 太子妃送直纪里 主角蓝变女平步青云 羞羞的铁拳里 玛丽化身铁血硬汉 男友力爆棚 别那么骄傲里 逗逼女主混穿男神 软化期高冷芳心 秘密花园里 玄冰社长变达女 帅气不分性别 变身男女里 林子颖化身软萌妹子 成就人生巅峰 那么 如果蓝女后患性别 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会怎么做呢 去夜店一夜情 先跟女的趴 心理上出个贵 再跟男的趴 推倒一批 我想推倒的漂亮男人 生理上再出个贵 去和我暗恋的女生 成为闺蜜 每天都和她立在一起 顺理成章的 前手洗澡睡觉 赶走所有霸解她的男人 然后把她搬弯 一辈子陪在她身边 我要抽烟 喝酒 打架 激光头 我还要在撸串的时候 裸着上身 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 做一系列男孩子做 就很酷 可女孩子做 就显得很不规矩的事情 啥也不说了 先让我兄弟们爽一把 可以站着尿尿 不用受到姨妈的摧残 不用操心胸和内衣的问题 不用纠结样貌和身材 还直接避免了分娩之苦 感觉整个世界都敞亮了呢 可以受人保护 不用总是主动 不用为了养家糊口 而绞尽脑汁 也不用为了人际关系 而到处应酬 父母方面的压力也少了 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呢 如果我对象身体不适 我会陪在她身边 为她端茶送水 虚寒问暖 寻衣问药 而不是只叫她喝开水 如果我对象工作不顺 我会哄她 疏导她 不会任性 不会给她添堵 每个纪念日 我都会送她各种各样的小礼物 早上出门会有早安稳 回家也要亲吻她 还要送她一朵花 就像电影里的好妻子一样 等她回家了 就温柔地问一句 饭已经做好了 于是先吃饭还是先洗澡呢 其实想想 还是不要换性别了吧 因为就装换了 李叶 还是你 还是你